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布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日前在社交网站发起鱼水行动 呼吁在立法会选举投白票 邓炳强点名许智峰行为或者触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和国安法 形容对方做死心不惜意图揽炒香港的破坏分子公然走路弃保潜逃 说许智峰在香港涉嫌干犯九中罪以被检控 说是羞恥虚伪的懦夫行为 反问为什么自己不回香港抗争反而煽动市民违法 邓炳强说正所谓叫人冲自己松行为卑劣 又警告市民不要参与不法呼吁或者转载相关的违法内容 否则很可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另外他又提到社会上仍然有少数激进分子 透过远对抗的方式包括媒体影片和刊物文化艺术甚至网络游戏 挑起对国家和特区政府的增恨 市民必须要高度提防 NOWTV记者 好 回来 很多八卦东西 我们刚才说许智峰的环游世界 这个走路 走路的老星图 刚才他说什么 什么导致 放美导致 好了 邓炳强先生 你这么省省省省的 你也要小心 你也照顾你的身体 怎样你的手能 他很奇怪 不是我说 下一届的两位特首的候选人 都弄傷手 是的 OK OK PG等 没人说PG等是候选人 不要 我不敢说 放美导致 你就真的要小心 据我了解 有时性病 都是因为在外面 在外面接触不干净的东西 令到奔州乃 即是他的公厕 公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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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应该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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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接触不到 他射程好 他射到尿兜里面 尿兜彈起来 尿兜彈起来 他射到尿兜里面 射到他的龟头上 然后把包皮抹上去 你也知道 他维高拳重 洗脑的机会少 他射到尿兜里面 为什么会射到尿兜里面 我看不到射程 我看不到射程 可不可以 射程重洗的机会少 我看不到射程 可不可以先说一些正经事 不是 正经事 他警告了许智峰 当然我们可以看看 许智峰的贊文 他有两篇 一篇是回应他 讀我就不想讀了 大家可以看看 105和106的两章 可能一些字比较小 OK 我可以讲讲 他回应邓炳强所说 所谓完善的选举制度下 2021立法会选举是一个反民主 剥夺人权的虚假选举 是暴政利益分装的丑陋平台 既与人民的公共利益无关 对之进行破坏或反制 摧毁假选举的认受证 是香港人应有之疑 对于被指煽动抵制及破坏选举 他直认不为履落之举 之举 二无反顾 他有种了 是不是听过节目上次 是吧 即是直戚其非 我既然身在海外 已经身负13条的控罪 港共政权 不是9条吗 不知道加多几条吧 港共政权对我再多的刑事指控 完全没有损我的人身自由及言论 只要想着不想回来 反而论为港共的大外宣 在国际上更突显政权打压异己的丑壳 即是冲出来疾 无论在选举中投白票 废票甚至完全杯葛不能投票 均属合法 行为本身不涉及任何法律风险 是市民的基本权利 策略 投票反制选举又何来叫人冲 也唯一的冲 即是所谓违法善惑行为 是由我自己发起 也由我自己承担 为免日后政权要误告任何人 我在这里清晰地说明之 他也在这里大力呼吁 香港人在投票日 be water 我清晰听到香港人的声音 无论白票废秘或者不投票 我都呼吁 我均支持 因为技术讨论军徽重点 重点是香港人如何把握合法的政治动员的机会 打破无力感 以策略投票 或不投票 去全面彰显市民的意志 一种沉着坚韌 积极而不着 积的如水对抗 去开始人民对暴政的反抗 香港人加油 这是我们转载许智峰的帖文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我只是纯粹一个媒体 会说出来 好 回来 我绝对不是 在这一刻 我先戴着头盔 我不是反对许智峰的那句话 我觉得真的很讽刺 因为他说一句话 他说 不投票 投白票 投费票 是绝对合法 是人权的一部分 他在哪里说这句话 澳洲如果不投票 是会被人罚款的 OK 所以这件事 我觉得很讽刺 我不是觉得许智峰说错 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讽刺 你是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公民 如果不投票的话 是会被人罚款的 但他不是澳洲人 所以我觉得很讽刺 加拿大 你不投票也没问题 所以加拿大的华人 出了名字 不投票 是很吸引的 OK 布串被ICAC 订到疗犬中被人逮捕 你都知道我有暴存 你都可以 张天恒和张天河 是不是同一个人来的呢 博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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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搞他 不用暴存 ICAC 你都要抹茶 我们继续说回这件事 那 许智峰 现在就这样 叫别人不要什么 其实许智峰 不用不用出帖 香港人也有自己的雪亮眼睛 知道要怎样去做 因为我们不停都在说 我们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激烈的事情 是不是 那件事 实例今天 让大家知道 我今天在香港的半山 中环那里拍外景 那我撞赞这个港岛里面 有份参选的其中一个候选人 的助选团 就是这个叶刘淑书 那我在这里 就说了八分钟的事情 八分钟 我就特意站在他街站的后面 看着他们 当然也讽刺他 我说那一区里面的历史 典故的事情 那小鸠 叶刘淑书是没有人懂 不会懂这个事情 哪里会有保鞋佬 哪里会有 那些梳化的工匠 而我在这个八分钟的过程里面 他有三个派传单的 义工 那我是目测到 他派了只有两张 派了两半个钟 派到有人接 只有两张 多久是两张 八分钟 八分钟 为什么呢 阿琪知道的 我看着他 他不停地派 我想问你 你以为接那两张的香港人 是什么东西的人 当然是爱国爱港的 那些 特区政府做这个 外国爱党的教育 做得非常好 收到他那张传单 是两个小女孩 如果据我看 应该是BB班 接房学的人 那就好了 这些就是爱国同事找起 做得好 没错 没错 证明邓炳强做了这个 第二 特首林柄 现在是改变了形势 国安法立法之后 香港是稳定了 没错 形势是带好一片 我们的老爷 刁民 你自己说你是老爷 好了 我还没有 但是那些小女孩 现在在爱国的教育之下 就证明了 国安教育做得好 做得好 明年再花三亿 八分钟 那里有人不停地站起来 崩妹也不能接你 阿叔也不能接你 年轻人也不能接你 两个四五岁的幼稚园 崩妹不接都正常的 但是四五岁的那些真是好 他以为初初以为 Mirror Era 或者是Dora A夢 可能才以为是什么 那叶柳的样子也很卡通 叶柳不知道 卡通吗 你觉得他 我又觉得他好像有少少 Halloween的witch 那些是卡通 讲回正经 人类的样子 很可惜 这些小女孩 至少十五六年 可以做票 他回到家 他会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 记得投给他 投给他 就是这样的 你说 就算许智峰 不能走出来 你怎么出帖 其实说真的 许智峰不能出帖 就出帖 你会认他做不难的 第一 你没有办法捉弄他 是 你说出来 就更加人就知道 原来那天 许智峰这样呼吁 是不是真的不能去投票 或者去投肺票 或者去投白票 那你就自己 不是 其实真的 你说得对 如果我邓炳强 我就不出声 你现在香港特局政府 问题在这里 就是 一个人 如果想投白票 或者不投票 是合法的 人家呼吁 就不合法 现在许智峰 如果他在香港呼吁 就不合法 是 澳洲呼吁 你可以说 澳洲是否我们 中国管轄的范围 可能也是 那你就直接派人过去 拉勾他 是吧 你在香港说 就把事情提升了 注意的程度 就是我本来不知道这件事 是 不如邓炳强出来 邓炳强说话 我当然要留心听 是吧 那我就知道了 原来 这个混蛋 前民主党那样的赤頭 走到澳洲 叫人送自己 叫人送自己 吃菜 叫我们投白票 我这样 我知道了 收到了 是不是 那真的 对香港 未来的投票选举 我觉得 总之 我告诉你 我要强调一件事 如果叶柳選不得到 真的 跟许智峰 绝对很大关系 我就鼓励邓炳强 找人过去拉勾他 虽然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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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担心 特区政府 现在打罗打鼓 在我昨天早上的Morning Glory 我都有爆了一些事情 有个公务员 就爆料给我知道 我想你也知道 可能有些公务员跟你说 怎样说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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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爆料给我 当然要爆出来 记住 我要先确认 不是我爆给他的 是 两个不同的公务员 无论错 现在他们差不多 在12月19日 出了Memo 是要Draft公务员 去自愿帮忙 在那天 去做义工 但他们说的做义工 是有时薪给他们 那他们怎样去批准呢 你早日报名 做义工的酬务 就多些 好了 有一群冲出来的 外国外党的公务员 宣誓了《效忠基本法》之后 他们跑出来做义工 但仍然觉得不足够人 其实已经是很多人了 再要剩下的50% 再要强制他们 就要做义工 by means of draf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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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次回来的薪酬 是比自愿性的低 那还有可能性 分分钟只有 你最低时薪 但没有这个 你最低的 而且有一件事 留下了 他Draft你的时候 他派你去哪个区 是啊 没错 突然间 你要去刘浮山的票站 你住在柴灣 你住在柴灣 是 还要点票点天光 当然 那就行得了 是吧 老兵 就是这样去做 那就要做到全体公务员 支持这个完善选举制度的 选举活动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就真是很糟糕了 你想想 你怎么要逼别人 要这样去做呢 还有 你现在打罗打狐 都要做一场 好的节目 你想想 穩定过百万的 KLFA都可以了 就是 以我的估计 其实香港人 我不是煽动 我知道什么 从我今天 看到那些人 是完全 当叶柳的街站是透明 前两天 吴秋北 在一个 太古城里面 派街站 那些人也是当他透明 OK 我就猜到 就是看得到 你那些官人下区 你那些官人下区 看下人家拿全单 看下人家的政綱 会不会支持到他们投票 他们不管都不管 地下里面 一张的单张都没有 不是那些人 没人扔 没人扔 拿都不拿 你下区 你搞了闻牆大龙风 爺少林 你那些忠誠的废物 真的 你老母 可能 我现在收回 100万 我都觉得 分分钟没有 不足其 可能是under 100万 可能 分分钟是under 100万 你想想 如果你只有90万 或80万 的选民投票的时候 你怎样跟爺爺交代 乘四 一票等于四 一千万 或者是一千万人投票 沒有問題 是吧 你老公 說真的 你现在在搞店 街市里面的安心出人 沒有人去食環 街市里面買菜 那些人叫苦連天 你放街站都屌射你 真的 真是神經病 真的 那些官 你們要完善這個選舉制度 下街看看市民的反應 看看街站 看看民建聯 工聯會 擺街站的人的反應 會是怎樣 你就會猜得到 接下來的選舉制度 的反應是怎樣 不是 只是這個安心出行 就已經 為了這個投票 減金幾十萬 投票率了 可能那些街市婆 街市佬都平時 都支持特區政府 施政 你現在這樣搞得 他沒口好吃 說得不好聽 後來還說 要把他發大離家 要看戲都要 少數 多數 看戲都說 要把這個安心出行 你老公 有一個最瘋的 我看到又說到安心出行 有一個女士 在門口不用安心出行進去 叫人拿一隻雞出來 讓他選 生雞拿出來 拿幾隻雞出來 讓他選 他拿回去做 之後 我一會兒說來 在門口等你 你有沒有看過新聞 這件事 好瘋 我那天都生天想去 叫個賽犯 我不能堆進去 做兩根棟 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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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街市 那些小販就拿了出去 外面街市買 拿了出去 在街市外面 還有另一個安心出行故事 也很過癮 有個保安要過兩歲的小販 要證明自己十二歲以下 你扮不到 你叫Koey證明她是十六歲以下 大家都可能只有兩歲 兩歲 我當然是十六歲以下 沙殘 很好玩 鬥妙 所以香港搞這些協議 是最好笑的地方 大陸是變態的 突然間你的健康碼變紅色 是很過分的 但是香港是因為很多人為的事 那些人很低能 很死板 那種Bureaucrat的感覺很強 所以沒有辦法 還有我再補充一點 上一次的節目 你們有跟克古勒特有說過 香港不同 很多西方的大城市 例如北歐那些 他可能能夠走到 所謂安心出行這些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少 地方大人少 在香港你想想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我一早就批了 不可以在地鐵做 因為在地鐵做 全香港幾十萬 其實 全部都 像一個奶 就是全部 你試一下 要安心出行進馬匯 你看看會不會暴動 那不會 馬匯你不用擔心 那些富豪不會 不是啊 不是啊 投注集 我說錯了 因為馬匯近一年半 因為之前真的刪了 是教人用APP 現在的叔叔也用APP 醒了 他已經不擔心了 而且沒有關係 你在一個小的城市 即是說出入入及 數以十萬計的人 比如街市 每天數以萬計 基本上你沒有意思 你那個所謂的安心出行的APP 其實完全跟這個 檢查這個所謂的疫症是沒有關係 做一些其他事情有關係 大家明白了 好啊 打個網友 在街上脫口罩吃煙得不忍得 其實就最好不忍好 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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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可以告訴你 就是你問我可不可以去 大檔島百家樂 問了哪裡有 我可以告訴你哪裡有 你說是行不行 那就不行 你傻的 沒有人錯 沒有人錯 不過大檔島 我們看看這部影片 看看VDOTU的日子 你好林榮 立法會選舉提名期 星期五截止 兩名非建制派同日報名 民主思路首次有代表 拿到足夠的提名參選 而曾經加入公民黨的 西貢區議會副主席蔡明熙 也都報名參選 他說即使有建制派提名 政治上也都不會妥協官林報導 高急多日的民主思路 首名代表取得足夠提名 回收業界出身的黃詠浩 報名參選新界東北直選 我認為就是知名度和第三路線比較新 和這個選舉制度都是第一次 所以我覺得可能大家在提名方面 都可能沒有以前那麼容易 民建聯陳克勤和新民黨李梓敬 早前已經報名參選 另一名非建制派也都同日報名 曾經加入公民黨的西貢區議會 副主席蔡明熙參選新界東南 他說靠自己爭取提名 但不願意透露名單 那麼多個界別 爭取方面都有困難 其實沒有做一些政治妥協 希望可以寸土必爭 還有我不希望所有議席 是由這個保皇黨去壟斷 民建聯李世榮早前已經報名參選 民建聯顏文宇報名參選九龍東 不再連任的柯創盛為他站台 工聯會鄧家彪早前已經報名 西九新動力副主席梁文廣 報名參選九龍西 轉跑到參選選委會的梁美芬和陳凱欣站台 同區入民建聯鄭詠信報名參選 另外聖工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 報名參選選委會界別 希望將宗教界聲音帶入議會 又說無論會不會當選 都會盡力爭取解決陳同佳事件 我就不想將這兩件事放在一起 因為始終不是很公道的 我又不想將這件事 不過我所說的剛才也是這樣 如果任何方法能夠幫到陳同佳 能夠洗缺 能夠為他自己做錯事 能夠承擔的話 我相信我都會再有辦法去做 全國政協委員陶凱明 也都報名參選選委會界別 他說自己來港32年 將自己當成香港人 政府古物諮詢會前主席林小路 報名參選 希望和其他議員合作監督政府施政 NOW TV記者觀南報導 好厲害 真的奸人有個樣子 我沒有說他們是奸 你正在說黑股立特 就是大家有個樣子 大家有個樣子 現在還有機會是選委的第五屆 香港團體的代表人 是奸人有個樣子 是奸人有個樣子 這奸人有個樣子 這奸人有個樣子 當成人教事業 就很明顯受到阻滯 即是說真的 有個樣子 去奸你老母來港道 我們很糟糕 教堂裡面沒有人 真的 扔你這個街 不要這麼說 以他的知名度 應該也不少悶徒 是嗎 不少追蹤者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今天已經在我的樂魚談裡 我奸你老母 招呼她很重要 我不是純粹人身攻擊 人身攻擊是很重要的 奸人的腦袋 我也是小九五十六歲 看著多病 吃不吃到仇土包 但當然 我有用聖經的奸你老母 馬爾谷福音裡 怎樣去奸你 管道明 第二件事 坦白說 一個很簡單的事 作為一個出家人 你老母臭氣 你就在一個名利牆 名利牆 名利牆是否叫Vanity Vanity Fair 真權奪利 奸你老母 在一個權力的核心裡打滾 依附權貴 幫建制說話 支持一個政黨 以打壓宗教為己任的 屌你老母的魔鬼的政團 你做哪一件事 是屌你老母的 混蛋 你是一個天主的僕人 混蛋 你竟然是侍奉魔鬼 我也是屌你老母 沒管理 可以再說 其他人 我都有救 畢竟凡夫逐止 真名奪利 為了屌你老母 五斗米 折腰 乃鞋底乃 屌眼絕勇 曬字 什麼事情都做齊 你作為一個出家人 你竟然跟屌你老母 玩世界上 除了陰道 你玩不得到之外 你現在要玩政治 兩件事都是罪了髒的 可能我得罪了很多女人 但問題是屌你老母 你真是 你聽聽馬爾谷福音 第十二章三十八節 屌你老母 我今天就聖你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這個管浩命 你們怎樣看這群 大家都不知名目模糊的怪獸 不要緊 他們想選就有他選 每個人都 真的浪費時間討論 想選就有他選 因為完全 但我真的不認識他 我不想知道怎麼選 如果我真的 不要 那你就有選擇 香港不是澳洲 那結論就是 你們覺得不認識他 不想選 不可以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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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投費票 最後那個結果 就是會彰顯香港人怎麼想 沒錯 選到誰進去 很多票都選進去 又彰顯了怎麼想 沒錯 沒有人選 為什麼我們叫他777 為什麼叫他689 因為他只有很少票 說完 聖工會是讀新約馬太福音 超哥是耶穩 他信基督教 是基督教的 所以他很色彩 但是老實說 根據trap record 天主教的問題 可能基督教沒有發掘出來 但是 天主教總的來講 是比較大問題 因為他是總陀主 他有一個 所謂最高話事人 又這樣說 如果你說聖工會也有話事人 因為Archbishop和Canterbury 他是總的話事人 但是相對地 他們權力的分工 是跟天主教 對 沒錯 對 相對地 為什麼會有基督教呢 其實整個就是這件事出來的 就是權力的 不喜歡看大圖 對 就是不喜歡 我不一定要聽你說 我就不理你 順便說 基督教的 英文叫Protestant 中間的Protest 這個字 沒錯 就是Protest 反動分子 抗議 沒有兩錯 沒有反動 我希望 我都相信耶穌 我很想看管浩明 說真的 你說沒有政治籌用 什麼都可以 許智峰也有說過 沒有平台分裝 管浩明 管浩明 你看陳同佳 現在他在山卡 在裡面 摘野果 你贏了之後 當選了 記得請陳同佳 做政治助理 或者搞定這件事 可能 未必一定是政治助理 正常當然不應該請他做政治助理 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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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沒有經驗 他就是訓練他做 管浩明一直都要強調 他是說 會把他成之於法 他沒有說 搞清楚 他說他會幫他負上適當的責任 他沒有說要成之於法 送他回台灣 對 他說他盡量去配合 即是會搞緊這件事 如果他是 我實在實在 當選了 我要將他回台灣 他要收監 說實一點 他沒有 他是在玩語言藝術 你這樣幫他 他如果聽你這個節目 分分鐘就是拿了你這句 來做競選口號 你錯了 他就算是這樣 都不關我們的事 因為他那些是簽五人的阿爺 陰點了那些人去投票 我和你 就算怎樣被他的政黨打動 我們那一票都去不了他 那不是 那些簽五人可能都因為這樣 而投票 你明白嗎 那些新香港人 那些 那就是 可能都覺得 這麼為特區做到事 好吧好吧好吧 我休息一下回來第三節 《立品十的香港政府》 待會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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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品十的香港政府》 審議 一半